《吉士投資不如賭博》 吉士投資不如賭博的 因為我爹爹跟你講一個小的插曲 我有個好朋友 我們兩個一起去到賭場去 我們兩個每次到賭場去 他們喜歡玩百家洛 我是從來不玩百家洛的 我以前最喜歡玩21點 他們一來以後 因為中國人來的以後 他們都喜歡百家洛 我們兩個在一起 因為懂得風險控制 他跟我一起去賭場 至少去10次可能有 我們在澳門讀過 在尼加加拉布讀過 在羅馬讀過 各個地方都讀過 我們大概有不下10次 他跟我賭的時候 他沒有虧過一次 我跟他一起在弄的時候 我也沒虧 我們贏的錢都是差不多多 並且我們每次來的時候 每次到賭場裡面去 總是要拉點錢回來 所以每次誰贏誰請客 我們一般都是誰贏的多誰請客 我們都是贏的 有時候我給他500塊 我們一下去總是1000塊錢 然後每次都是20塊錢一賭 我就是 然後下來以後 我們大概幾個小時 幾百塊錢回來 所以你看 現在賭博 我們假如說 如果到賭博的地方去 我們這樣玩 讓我投資這樣 跟投機 他們叫投機了 這樣玩的話 也是風險很小的 賭博呢 其實呢 我告訴你一個秘密 今天在這裡講 投資呢 如果一般的人投資 假如比方說 你投資股市 整個市場 你是沒有很大風險的 那風險最小的其實 你看 因為從歷史上來講 這個股票市場 它是一定往上漲了 所以你呢 有錢就往裡面去投 投的不要看 市場一定是漲的 你看美國哪一個市場 不是一定是漲的嗎 從歷史上來講 一直漲的 它調查也會漲的 因為只有股市 它的方向是往上漲的 貨幣就不是 你看你一個國家的貨幣 它是一直在貶值得很重要 因為哪一個國家的貨幣 原先一塊錢買的東西 這現在還是一塊錢嗎 買的東西不一樣的 所以的話呢 我這次寫的篇文章就是 就是投資最佳的工具就是股市 買外匯呀 你可以交易 那是投機的工具 債券也是 對吧 所以的話呢 我告訴你呢 他說你說剛才講了 股市 就是就像賭博一樣的 其實呢 你如果看怎麼弄 你如果是長線投資呢 那就叫投資了 啊 就把你的就是增值啊保值 如果你短線的話呢 其實投資不如賭博的 因為為什麼呢 他這個投資啊 一般的情況下呢 因為賭博呢 他是一個 他是一個市場的 機器在算的 他一定要有一定的比率 讓你賺錢 你才會去吧 這個投資呢 這個投資的話呢 就不一樣 那些大戶啊 或者那些市場那些大鱷魚啊 他是一定要把這些散戶殺死的 所以 你 一個是你要 要求資金大 第二你要就非常聰明 就是說 經驗非常豐富 對市場了入之長 你如果達不到這個要求的話 你就不如賭博了 所以這就是99%的人虧啊 你走到賭場裡面去 也不是99%的人虧啊